开机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介绍静态打标 静态打标呢 我们需要先接上我们脚踏开关 把这个接口呢插到我们刚才那个 打标信号 触发口 就我们电箱后面这里 最外侧这个三孔的插头 把我们插头插进去 损紧 这样可以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把我们所需要打印的产品呢 放上来 然后对调整 我们的焦距看这里有两个 焦距的对准点 它的红开关呢是在侧面正经侧面这里 这样开 可以关掉 开 开好之后呢 我们要需要调整 高度 让这两个 宏光点呢 重合 我们旋转 我们这个 支架的这旋钮 这把把手 把调整成 把两点调成一点 让它聚焦 现在就聚成一点了 聚成一点之后呢 这面我焦距就完成了 然后开始编辑我们的打印内容 静态打印呢 需要有几个参数 需要 试试一下 试试参数呢 在这个 在这里面 点击它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正经的打印速度 就是我们 正经头 我们打印的那个速度 这个呢 是 我们的打印功率 就激光器的功率 现在是60% 然后这个呢 是 打印的那个频率 30% 这个的话 30的话 这个调整范围呢 是在 20到30之间 我们一般开到30 就可以了 啊 我们需要调整的 这个界面 我们需要调整 就只有这一 一个 速 打印速度 打印功率 频率这三个 最主要 根据我们的产品调整 这个 基本上调整我们的功率就行了 根据我们的产品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静态打标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选择为 停着 速度带方向 选择为停着方向 然后这个编码器这一定不能开 这里要把它关掉 这里要关掉 就这界面的调整 成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界面呢 就这里 外部出发信号 要把我们的 脚踏开关的这个信号呢 勾选上 把它打开 然后选择 低电瓶 触发 这样试着好之后 我们就退出 然后就进入打标模式 打标模式 这里有个红光 把它点开 这里就会指示我们 打印 我们打印出来的那个 位置 然后把它调整 调整到我们需要打印的 产品的 需要打印的位置上面 然后这里是打 会指示出来的打印范围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踩下脚踏开关 它就可以开始打印了 那这样就打印完成了 这里就完成打印了 然后你可以继续打 这里就是静态打标的 静态打标的内容 这件事就是静态打标的 那个刺程 是静态打标的 通俗咨询 这件事就是静态打标的